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收看热点追踪 我是林希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30号星期五 请您在节目开始之前点赞订阅新网之声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消息 来看详细内容 香港立场新闻编辑获罪 新闻自由在遭打击 中共鉴别行动一箩筐 李佩霞案再报新消息 辽宁葫芦岛洪灾后腐臭弥漫 物资极度匮乏 8月29号 香港区域法院对前立场新闻总编辑钟佩权 和熟理总编辑林绍彤作出裁定 两人被判串谋发布山洞刊物罪 这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 首宗记者或编辑被判犯煽动罪的案件 中佩权和林绍彤均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 法院判决书指出 中佩权与林绍彤与立场新闻母公司 Best Pencil Limited 于2020年7月到2021年12月期间 串谋发布及复制了17篇具有煽动意图的文章 这些文章被控 有意引起公众对中共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的憎恨或藐视 或激发离判情绪 法官郭伟健在宣读裁决时 特别提到判决考虑了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 本案涉及的17篇文章中 法院认定其中11篇具有煽动意图 被列为煽动文章的 包括专访何桂兰、陈佩敏 以及罗冠聪关于香港国安法的博客文章 罗冠聪对中共政府的批评 张昆阳的博客文章 以及屈嘉敏关于12港人案及国安法的文章等 法官指出 立场新闻在反修例运动期间的报道 具有明显的本土主义倾向 媒体在此期间被用作抹黑和攻击中共及特区政府的工具 钟佩全和林绍彤在此前庭审中均否认控罪 他们的辩护律师强调 立场新闻仅仅是记录社会不同声音 强调这些文章的内容并未失实 也无煽动意图 辩方认为 控方无法证明他们有煽动意图 因此控罪不成立 该案件自2022年10月开审 原定2023年10月裁决 但由于控辩双方就英国疏密案例进行补充陈词 以及法官希望等待其他相关案件的上诉结果 裁决被推迟至今 钟佩全和林绍彤在庭审期间均被拘押 钟佩全出庭听取判决 林绍彤因身体不适未能到庭 由律师代表出席 立场新闻曾是香港领先的网络媒体 以其批判性报道和评论著称 然而在2021年12月的时候 香港警方突击搜查了该媒体办公室 并冻结了其资产 导致立场新闻在几天后被迫关闭 其后媒体的多名高层和董事 包括知名歌手何韵诗和前立法会议员吴爱宜等人被捕 此案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批评人士指出 这反映出香港在国家安全名义下 对媒体的压制和新闻自由度的恶化 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立场新闻的案件并非孤立事件 自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已逮捕220多人 其中许多因煽动罪被控 这个从英国殖民地时代流传下来的罪名 如今被港府用来打压意见和民主声音 除了立场新闻 香港其他媒体如苹果日报 也是因类似原因遭受打击并被迫停刊 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急剧恶化 也引起了国际组织的关注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 香港在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 从2002年的第18位 跌至2024年的第148位 该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 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 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情况密切相关 港府对记者的施加压力 迫使媒体自我审查 削弱了新闻的独立性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美国问题专家蓝述 蓝述表示 香港在中共通过国安法以后 他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就已经彻底的死亡了 在谈到香港未来的前景时 蓝述谈道 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媒体自由 那么首先我们已经看到非常清楚的就是香港 它已经失去了它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这么一个地位 蓝述说 英国人花了100年的时间 才把香港建成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但是这个到目前为止 香港已经从金融中心变为了金融废墟 香港不可能再拥有国际的金融中心的位置 因为你想股市啊 还有债市啊 还有币市啊 等等的所有的这一些金融市场的运作 它必须有这个百分之百的媒体自由 作为它的保障 因为所有的这一些金融市场的运作 它对信息都非常的敏感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些变化 都可以引起这个金融市场巨大的动荡 所以说你没有新闻自由 那么金融中心它就不可能成立 所以香港呢 它如果说是彻彻底底的 失去了它金融中心的地位 那么香港的未来就可想而知 最后 蓝述在谈到香港人的出路时表示 香港的出路将来跟中国内陆 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老百姓的出路 没有什么不同 只有当中国的人 中国社会里的民主 全部都站出来 进行抗争的时候 他们才有可能有出路 否则的话 不论是香港 还是中国内陆的任何一个省份 他们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当然了这种抗争 它的目标 必须是以解体中共为这个目标 它才有可能有结果 而任何一种 与中共进行妥协的那种 改良性的抗争 最后都不可能成功 中共间谍活动频频 正引发各方关注 近期 一个四年前中共女间谍 在印度盯上总理和高层官僚的案子 再次被翻出 根据印度媒体Znews的报道 2020年 印度情报机构 在一次紧张的行动中 逮捕了中国公民石青 石青以研究员的身份 在印度活动 他的真正任务 却是进行间谍工作 目标包括印度政府的总理办公室 这位女性通过中国大菩提寺的一位僧人将一系列重要文件提供给石青 这些档案原本要交给中共高层的丁女士和周先生 进一步揭示了间谍行动的国际范围 及其对印度国家安全的威胁 石青的被捕 引发了中印之间的外交风波 中共政府迅速否认与案件有关 并要求印度 立即释放石青 然而印度方面坚持认为调查证据确凿 石青最终因违反官方保密法 被控并判处长期监禁 在全球范围内 中共间谍活动的频繁曝光 显示初期情报行动的广泛性 近来 美国欧洲多国接连发生中共间谍渗透事件 今年7月 挪威警方在奥斯陆加勒摩恩机场 逮捕了一名涉嫌从事严重情报活动的挪威籍男子 该男子刚刚从中国返回 此外 法国政府也驱逐了两名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工作的间谍 他们试图将一名政治意义人士遣返回国 这些事件表明 中共的间谍活动不仅在政治领域展开 也涉及到情报和经济领域 在美国 今年前6个月 司法部已揭露至少6起中共间谍案件 涉及美国军方 情报单位 以及重要企业 在欧洲 间谍活动的频发同样引起了关注 德国检调单位逮捕了涉嫌将欧洲议会数据提供给中共情报单位的人员 以及一名涉嫌将敏感信息交给中共的嫌疑人 英国和比利时也分别揭露了中国间谍的活动 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担忧 除了传统的间谍手段 中共还大力发展网络间谍行动 网络已成为现代间谍活动的重要工具 能够实现远程信息窃取和大规模的匿名操作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数据科学家表示 网络间谍活动使情报部门可以在不直接接触目标的情况下 获取大量信息 美国司法部今年3月起诉了中国黑客组织 高级长期威胁31的成员 该组织长期锁定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官员和企业进行间谍活动 荷兰政府也发现了由中共资助的黑客 成功入侵荷兰军事网络的事件 表明中共的网络间谍活动 已涉及多个西方国家和国防企业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指出 中共的黑客计划规模庞大 并且中共黑客人数远超美国网络专家 他警告称 美国必须加大对这一威胁的应对力度 保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 对此 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和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贾博士 陈文贾博士表示 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安插间谍 并通过网络技术扩展其情报活动 这对整个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这些活动涉及了军事情报单位和重要企业 尤其在美国 2024年仅前6个月就爆发了至少6起间谍事件 显示出中共情报活动的侵入性与广泛性 面对这些挑战 世界各国包括台湾 必须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措施 陈文贾博士指出 各国应该加强跨国情报合作 因为间谍活动往往是跨国进行的 因此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 很难彻底的防范和打击 所以各国通过建立密切的一个紧密共享机制 可以更迅速侦测并制止潜在的威胁 这不仅包括政府间的合作 还应涵盖国际组织和私人安全公司的一个协作 以便及时交换信息和资源 形成强大的合作力量 第二个是严密网络安全 随着黑客技术在间谍活动中的运用日益普遍 各国必须加强网络防护运能力 并定期进行网络的一个安全演习 以提升对网络攻击的应对能力 所以应该提高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水平 并确保政府与企业系统具备强大的防御能力 此外各国应考虑制定更严格的法律 来约束和打击在网络空间中的间谍行为 从而增强威择力 第三是各国政府与产业的紧密合作 企业往往是建立活动的主要目标 因此他们在对防患情报渗透中 扮演着自为关键的一个角色 所以各国政府因鼓励企业加大 对网络安全的投入 并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一个合作 以便及时识别与因应威胁 陈文甲博士说 随着黑客技术 在间谍活动中的应用日益普遍 各国必须加强网络防御能力 并定期进行网络安全演习 以提升对网络攻击的应对能力 所以应该提高 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水平 并确保政府与企与企业系统具备强大的防御能力 此外各国应考虑制定更严格的法律 来约束和打击在网络空间中的间谍行为 从而增强威胁力 导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孤立加剧 而这种孤立不仅影响中国的外交关系 也对其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 长期下来将削弱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国内经济基础 其次对内的部分 中共的极权统治正面临内部压力的增加 尤其经济发展大幅下滑 青年失业率飙升 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崩坏 这些问题日益严重 削弱了中共政权的稳定性 因此当前中共虽然拥有强大的维稳机制 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其内部控制系统 短期内也能维持政权稳定 然而随着内外压力的不断累积 这些迹象表明了中共 正面临一场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 并导致最终垮台 近期江西省上饶市女官员 李佩霞的辩护律师郭瑞通过微博发文 透露了案件的最新进展 李佩霞因指控上级官员毛旗性侵而引发的案件 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8月28日 李佩霞的律师郭瑞及其律师团队 在会见李佩霞时遇到障碍 并对当局安排的官派律师提出质疑 认为这一行为涉嫌违反法律 郭瑞在长文中指出 尽管李佩霞的家属已委托他们担任辩护律师 但当地却强行安排了一名官派律师汪志雄 这一行为引发了辩护律师团队的强烈抗议 根据法律规定 一个被告人只能有两名辩护人 而在未解除现有委托的情况下 强行安排第三名律师明显违法 此外 汪志雄曾担任李佩霞所在乡政府的法律顾问 应当回避 郭瑞透露 在8月21号 他们与李佩霞会见时 李佩霞曾表示 希望等一家人见面后再决定是否签署委托协议书 李佩霞的态度和所说的话 让律师团队怀疑他可能受到了胁迫 郭瑞律师称 他们的会见权利遭到严重侵犯 要求对官派律师所持的委托书来源进行审查 李佩霞的父亲李长柳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他质疑官派律师汪志雄的代理合法性 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包括汪志雄如何获得李佩霞的委托书 律师费的支付方式 以及是否曾与李佩霞会见等 然而 李长柳的相关发文目前已被删除 李佩霞案件的背景 是他于今年5月26日被江西省万年县纪委监委 采取留置措施 并于6月17日公布了调查消息 7月25日 李长柳在网上发布了李佩霞的救命视频 指控毛琪性侵并对他进行报复 李长柳在视频中提到 毛琪曾威胁李佩霞 这次你不死也要掉层皮 并指出 即使江西省纪委发布了毛琪接受调查的通报 仍然有人试图把责任推给李佩霞 此次案件的最新进展 不仅引发了对李佩霞人身安全的担忧 也引起了公众对法律程序公正性的关注 2024年8月29日 辽宁葫芦岛市建昌县因上周遭遇大洪水的洪灾区域 线面临严重的困境 腐臭味飘散至一公里之外 灾后救援和物资供应情况堪忧 知情网民透露 目前建昌县洪灾区域的腐臭味已经扩散到一公里外 当地救援人员表示 灾区气温仍在20多摄氏度 恶劣的气候条件加剧了腐败情况 使得救援工作变得更加艰难 水灾带来的房屋倒塌和山体滑坡 进一步阻碍了救援行动 很多道路被冲毁 山区的地形也增加了救援难度 尽管灾区急需物资 但当地居民表示 官方仅提供了每户一床被子 真正的救援物资主要依靠好心人士的捐赠 灾区缺乏足够的食物和饮水 居民在最初的几天里 几乎没有任何救援物资 甚至连饮用水也难以获得 许多村民表示 连雨水都不敢饮用 以免污染 官方数据显示 8月20日的洪灾已导致11人遇难 14人失踪 然而 许多当地居民和救援人员认为 实际伤亡人数远远高于官方统计 灾区有多个村庄的房屋被完全冲毁 成千上万的农作物也被摧毁 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一个受灾严重的村庄村民说 他们的房屋被淹没至脖子深度 直到现在 仍有大量的积水和腐臭 居民生活陷入困境 部分地区仍处于无缘状态 洪灾后的建昌县 尤其是重灾区的村镇 许多房屋已经无法居住 灾民不得不在亲戚家 或者临时搭建的庇护所中渡过难关 由于长时间的积水和气候炎热 当地的环境条件极为恶劣 导致了大量的蚊虫滋生 并使得居住环境更加恶劣 这期的热点追踪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拍赞 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